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这个SEC 又将80余家中国中概股 列入到了预债牌名单 这次有什么京东 什么的这些著名的公司 其实京东好像 跟美国合作的还不错 钱还没有 但是现在呢 不光是这列人切了 好像对于他的当时那个强奸案 也重新启动了调查 实际上这事啊 使得中国中概股呢 预债牌现在达到了105家 人家说法是说呢 你要提供什么什么的核心证据 证据有问题 你也提供什么数据啊 底稿啊什么等等 但是我们换一个话说 这个审计是谁审计的 是四大会计事务事务所 这四大又是谁的 实际上这个里头 审计机构本身就是你那个外资的 就不是中国的嘛 对吧 你现在说了你那审计的底稿的话呢 实际上你就是说 要人企业的核心秘密嘛 其实这里头采取的标准是有问题的 而且呢 你像美国的企业 你也不让中国的审计机构 去这么审计啊 对吧 你在美国上市呢 而且这四大会计机构呢 其实这个事啊 他们有什么问题 他能赔呀 你就像前面的安然呢 什么的一些事件 这些机构有众多的合伙人 这合伙人呢 都是无限连带责任 他内部呢 有他的管理制度 都是你美国公司 其实呢 对于美国投资人的安全啊 这些会计师的机构呢 要担绝对责任的 和中国还不一样 你像中国好多事呢 你一发现这商人公司欺诈以后呢 现在很少让这个会计啊 甚至律师啊 这些中介担责任啊 就算担了嘛 没准也就十分之一 美国可不是 所以这时候中国当年呢 也对他有了让步 让人家审计机构进来了 现在呢 要提呢 你这些一些企业的核心数据 都要给他 但是你的核心数据给他 也是企业的核心秘密啊 这种核心数据 包括中国的话 你想想你美国的话呢 你对美国公司 你也不要这个 你要要了这些核心数据的秘密 泄密了谁担这责任呢 是啊 这事呢 要你这个审计底稿啊 要你什么 他也已经知道 威胁了一个国家 为了协了中国安全的这个底线 他威胁你这个底线的过程呢 而且他是一步步的加码 所以这样的一步步的加码 相当于来说就很明确了 对于这些 在美国上市的这些中概股 人家就是 不想让你在美国挣钱了 想要好多事 不要抱有什么幻想 就是说你在美国呢 你可以当时说 你看的话 那个估值好 长得好 现在呢 肯定就没有了 而且呢 这个钱呢 我一直说嘛 这个里头钱 主要的持有呢 都是华人 然后我说这都是华人的时候呢 曾经有个节目 还有外头的嘉宾跳起来 说你有什么证据说是华人 没有统计什么是华人 这话说的吧 就是让人觉得很搞笑的 你想想 如果主要的股东不是华人 都是外国人的话 还叫什么中概股啊 他大股东是谁啊 他当实际控制人是谁啊 你说他主要是华人 这个话都要叫一叫 是要整个世界啊 现在就是说你中国呢 想到美国资本上赚钱 以前的话是什么概念 好多人没有理解 就是说为什么以前他会干 原因是什么呢 以前呢 你在美国啊 中概股这些赚了钱的人呢 大概率都移民美国 然后呢 就变成美国人了 你就注意 我前面说的是华人 既没有说是中国人 也没说美国人 但是呢 你要从国籍上来讲 就是以前这些中概股的股东呢 大概率都会变成美国人 而且基本上呢 美国人觉得你赚了钱 最后呢 你就变成美国人 实际上你这赚的钱呢 有在美国资本市场上赚的钱 也有我美国给你资本呢 你在中国赚的钱 而且你真正的以后呢 长久的盈利是你在中国赚的钱 这样就等于呢 我给了你钱 你呢是赚了钱了 但是呢 我是帮你在中国赚了钱 中国赚了钱完了以后呢 又给我美国资本分红 最后呢 你还要变成美国人 这财富还要带到我美国来 是这么样的一个循环 但是现在呢 可能这些人就变不成美国人 变不成有两方面 一方面呢 中国崛起以后呢 他主动的呢 不那么想变 其实这里头呢 除了大股东以外呢 还有很多技术啊 小飞啊 什么 还有一些高管呢 他就未必那么想变 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中国呢 他对于某些行业 他的国家安全意识加强了 不像原来你可以随便的协议控制啊 你那个变成美国人呢 你还能在这经营 就是你变成美国人以后 我这个行业不让你进来 对于国家的一些安全啊 负面清单啊 什么的 他又就得考虑 他做一些这些行业的时候呢 美国人为什么给你钱呢 就是让你当时干呢 不许美国人直接干的事啊 你包括当时的网络 我们也要求 网络是中国这边控股 美国最多49% 32%啊 对吧 所以现在呢 当时不是很严格 现在很严格了 当时呢 你是开始是中国人 后来呢 你变成美国人 不管 现在可能管你了 你当时呢 搞一个我们行话叫中中外 还可以 对吧 先注册个外资 然后再和中国合资 那算中国企业 什么等等等等 我们也管你了 包括你在海外呢 你注册一些公司 你注册这些公司的时候呢 我们都都要管 所以这个事啊 都在发展 就等于你美国人 现在觉得这个事呢 我通过这件事啊 我在中国捞不着好处了 当然他就不让你捞了 他就不让你这些人 就是说你这些是给美国是否带来财富的问题 你就在老想着中概股能不能涨起来 中概股涨起来 你想挣美国人的钱 人家美国人当然就不让你了 实际上反过来的话 你实际上能跟他谈的是什么 就是美国人想挣中国人的钱 我们实际上也是要对等的嘛 对吧 现在好多事呢 就是都是美国人来挣中国人的钱 中国人想挣美国人的钱不行 实际上这个事呢 是不对等的 那个霸权国家从来不会给你讲对等的 所以有的时候啊 对中概股呢 我跟很多人呢 从去年我就讲起来了 你要放弃幻想 人家觉得呢 老跟我讲能抄底 我就跟他讲 这个事没有底 你想抄底的 那你的立场不坚定的 事实会打烂你的脸 谢谢大家 这个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